台电总经理王耀廷亲自颁发奖助学金给基隆的获奖学子 这场梦想并联2023台电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今年以基隆为主场 并首度结合线上方式串联全台20座电厂 同步进行颁奖 共有一万多名学子受惠 台电很高兴除了在稳定供电提供全国工商业 还有我们一般的住家足够的充分的电力之外 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今天我们很高兴在基隆举办了一个全台20个电厂的 联合的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我们今年度的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总共有6700万的奖学金 然后有15000学子受惠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鼓励同学能够积极向上 然后把这个善的种子能够再传播下去 一旦他们长大成人 在社会上变成杰出人士的时候 也一样的能够贡献社会 基隆市长谢果良跟议长童子伟 也出席这场颁奖典礼 感谢台电多年来帮助许多大基隆地区的学子 努力向学 台电几十年来除了维护台湾的供电稳定以外 对于奖助学金不落人后 那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每年好几千万 那三十年来长达数十亿 还有更多对于这个基隆的帮助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所以呢未来期待台电继续的 能够教育跟造福基隆的孩子 那我们呢 我最近也常常跟处长都在麻烦 我们就要希望把基隆的电线地下化 再积极一点 配额款我们都愿意出 我们不会说这个只请台电来帮忙 都不自己出 基隆的过去十年来地下化 我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那国梁很希望编列出相关的配额款 我们在基隆的地下化 希望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些进展 每年都发放超过六千万的奖学金 三十多年来 我们累积基隆的学生人数 已经超过受惠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人次 今年光今年也有一千一百九十四个 大基隆的子弟 获得奖学金的鼓励 台电不只点亮我们台湾的经济 还点亮我们在地的学子 包含清寒的子弟 未来与希望 这样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是不是可以拜托大家 给台电一个掌声好不好 台电表示除了肩负稳定供电 也努力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颁发奖助学金已经超过三十年 累计帮助近五十万名学子 期盼受奖学生长大后都能回馈社会 让这份爱的循环继续传递出去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